然後要把銅板丟下去 然後這個玻璃的箱子 所以司機眼睛可以看到這邊有銅板在這邊 司機好辛苦喔 所以又要開車又要看你的銅板 看有沒有丟錯錢或是故意用一些代幣來丟 所以能不能在這邊裝一部相機 我相機直接去拍 然後我要拍出一張影像 看看圓在哪裡 對不對 還要去偵測這個圓的位置以後 再去分析它的大小 再來判斷它是不是合法的錢 這個在三年三四年前有一個比賽 油田的電腦四節比賽 那一年我們有參加 把錢丟在各種文理的影像上面 比方說外面走往那個 那個磨石子地板 銅板丟在上面 銅板丟在各種花布上面 然後比賽偵測 所以能夠把這個 銅板偵測出來 再去分辨它是總共多少錢 有一百個例子 那隨著偵測力最高 誰就冠金 以前的比賽第一名是十萬塊 第二名是八萬 第三名是六萬 加做是四萬 我以前比賽只有得過八萬塊的 六萬塊的四萬塊的 今年秋心儀他們去參加比賽 得到第一名多少錢 五十萬 你分的多少 我一毛錢都沒有 五個人去比賽 扣完這一個人分的九萬 好 這是國內算是一個比較 錢給的比較多的電腦視覺的比賽 所以以前就是有在偵測銅板 好 所以如果它偵測員 如果以之半性的言的話 偵測並不難 好 我們先來看看有什麼偵測 我剛剛在講應用 好 來 這一個圓的方程式 若你把參數跟變數的身分互換 變成這個公式 所以把C1變成為是參數空間裡面的變數 變數 XY變成在這空間當中的參數 公式完全一樣 相減平方 水減肥不都一樣的 好 所以意思是說 我在位置空間當中給一個 XY的點坐標 給一個點坐標 轉換到參數 換到了參數空間 就變成是一個圓的圓心 所以我們的講法就變成是 我定義好這個公式以後 我要去尋找影像當中的圓的參數 那麼我給一個XY點 轉換到參數空間 就變成是一個圓 一個點 XY帶進來 變成一個圓公式的參數圓心 所以就描述一個圓 所以一個點轉換一個圓 一個點轉換一個圓 我接著從這麼多個圓去找出他們的共同焦點 這個點的點坐標 就是代表這個圓的圓心的參數 這個叫做圓的迫乎轉換 好接下來 如果我們要找的圓的半徑未知 半徑不知道 好 所以我們的參數就有這三個 希望 C度剛剛是K 現在是當做另外一個不知道的參數 所以是位置半徑 問 一個點轉到參數空間 參數是幾度空間的 我C1 C2 C3 所以是三度空間的參數空間 轉換過來的公式是這樣子 但是我的參數空間是有1233的數 所以三度空間 問 位置空間當中一個XY轉過來是一個什麼東西 看不出來 答案是這樣子 我稱它是一個雙人追面 當然我是允許我的C3是互數 Negative 其實我們設定的點不會是互的 那如果不會互的話 就像這樣子一個追狀體的表面 你看為什麼 一個點轉過來 Y就代表的是一個圓的圓心 這個圓的半徑多少我不知道 我把它設為是一個變數 C1 C2 C3 在參數空間當中就是變數 所以XY代表的是一個圓的圓心 一個固定點轉過來就代表一個固定位置圓心的圓 只是半徑不知道 那你看 我的垂直軸代表是半徑 所以當我越遠離這個平面 C1 C2越遠離這個平面 代表了C3越大 C3越大表示半徑越大 所以如果我C3不考慮負數的話 那麼就相當於是 在C1 C2的平面開始算 是一個點後來變成一個小圓 越上面越大越大越大的圓 所以每一個點轉過來 就相當於是一個圓椎面 如果你允許C3是固執的話 可以考慮在這個平面的下方 C1 C2是一個平面 平面下方就是C3維護的 C3維護的 就是下面還有一個圓 不是圓啦 一個圓椎 所以這種公式轉出來 結果是一個點轉出來 是一個圓椎曲面 這個圓上面有一百個點 我可以轉出一百個圓椎曲面 我可以求這一百個圓椎曲面的焦點 這個焦點就相當於是 這個圓的圓心跟它的半徑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我們的參數越多 我將來在破乎轉換當中的偵測 它的效率就會越差 因為我必須在三度空間 算曲面的焦點 所以一個結論在這邊 破乎轉換的複雜度 跟你給定的函數的維度 應該是講參數 參數的個數有非常強烈的相關性 幾個例子好了 C的變化有1000種 C2的變化有1000種 C3的變化有1000種 你要去尋找已知半徑的炎 跟尋找未知半徑的炎 複雜度差了幾倍 差了1000倍 因為剛剛的C1C2 我的尋找只是在二度空間裡面 去求焦點 這邊有一千個變化量 這邊有一千個變化量 去尋找一個焦點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參數空間 在不知道半徑的參數空間 當中尋找的話 你必須在1000個 1000個變化量當中 去尋找一個焦點 所以複雜度是至少高了1000倍 所以霧乎轉化 你可以想像得到 它的效率並不太好 速度會很慢 但是它有優點 我們剛剛在講應用銅板 你銅板投到這個箱子裡面 可不可以銅板互相遮蔽 1塊錢完全被10塊錢遮蔽 當然要不到 1塊錢極度被5塊或10塊遮蔽 能不能偵測出來 可不可以 這個線上如果我將來在求累積焦點的時候 來問一個問題 我今天在偵測直線 我今天在參數空間求焦點要多少個直線的累積量 在這邊我猜說它是一個直線的參數 來再問一個問題 這一條線有100個電 在這個焦點上的累積量有多少 不就是100嗎 剛剛的圓 圓上假設有100個電數 我如果將來在求焦點的時候 我只要定50個焦點就好 不是50個焦點 50個累積量就好 這些 我只要定義說這個地方的累積量有50個圓通過 那是不是我只要看到圓的一半 我就可以偵測出來 這樣如果 所以這個是貨乎轉換的優點 很多影像偵測當中的方法 你要看到完整的物體才能夠偵測 但是貨乎轉換 它利用這種投票的觀念 去累積每一個點的微量的資訊 所以只要說你累積的量 超過某一個門檻值 我就認為有那個物體存在 這一條直線你可以定義說 好 我只要有20個焦點 我就說那邊有直線 所以你就可以偵測到 長度為20點的線條 再來看一個問題 你能不能偵測出期限 講錯了偵測西線 可不可以偵測西線 這些線也是共線 那我的投票數就是 這個裡面的點數 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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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數的累積量 只要累積量夠多 我就認為那邊有一條直線 所以我一樣可以把期限偵測出來 所以這個是貨乎轉換的優點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課 就暫時先介紹到 第151頁 那下禮拜快要結束了 我們還剩兩個小問題 下禮拜大概花一個小時 可以把改進 否忽轉換效率的一個方法 跟偵測沒有辦法用數學來描述的圖形 再重新講一遍 我們剛剛所講的方法當中 我要能夠偵測的圖形 都是可以用數學來描述的 今天如果你在外面看到這麼一個圖形 沒有辦法用數學來描述 你能不能偵測出來 可以的 這是所謂的 下禮拜要來建造的一個方法 叫做一般化的貨乎轉換 只剩下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這樣完了 那接下來第六章就比較輕鬆了 好 今天上到這裡